比那些方法 那些法门还要殊胜 所以我们真正想发心这一生当中一定的深进土地 我们把早晚库要变成相应的方法 早库我们采取四十八月 晚库我们采取无量寿经 第三十二品到三十七品 持戒念佛 都是修这个尽念相及 如果同修们工作非常繁忙 没有时间做这个早晚库 那怎么办呢 我上一次在吉隆坡讲经 传授诸位同修 这个尽念法 只要念十句阿弥陀佛 十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十句不简单 这是相及 十句佛号里面没有怀疑 没有咋念 是静念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十句佛号确实是静念相及 时间只要一分钟 容易做 但是一天要做九次 这个十年法从吉隆坡说出来之后 就传到新加坡 由新加坡传到台湾 传到美国 现在很多人用这个方法 而修学很有效果 好多人写信给我 打电话给我 说这个方法很得力 在美国有一位同修 把这个方法写出来了 我们现在都印在这些小册子里 现在许多小册子前面 都印的这个十年法 一分钟 一天九次 对于你的工作 一点都不妨碍 对于你的生活也不妨碍 不但不妨碍 有很大的帮助 吃饭之前 念舍局 帮助消化 吸收营养啊 工作之前 念舍局 头脑清楚啊 半死聪明啊 不会做错啊 好处太多啊 一方面是经念相及 一方面得到诸佛菩萨的护念加持 功德实在是不可思议 所以这个许佛菩萨呢 值得 广泛的 提倡 去这个 推广 确确实实 能力 一切都此 而明朝经上 给我们讲的 支持名号 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 与这个 许佛菩萨 完全 相应 这叫正性 刚才说了 愿是关键 如果不愿意 求生净土 你虽然 有信 有行 还是不能往上 这个愿呢 在三十四面 最后一行 我们从当中看起 愿者 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愿愿相应 是为大愿愿 诸位同学 你就明白 我为什么 在早刻要定第六章四十八愿 就是叫你啊 每一天念念四十八愿 我的心 我的愿 与阿弥陀佛完全相应 以佛的心 做我自己的心 以佛的愿 做我自己的愿 我跟阿弥陀佛 志同道合 我们往生的时候 阿弥陀佛怎么不来接应 是真正的同志 这不是假的 决定的神 我们往生 是有充分的把握 一丝毫的怀疑都没有 信心 无比的 坚定 到底都在此 所以常常有人问 静空法子 你为什么那么肯定 你到底有什么把握 我说我当然有把握 我一点不怀疑 信心心愿三 如顶三足 血也不苦 这个就是修建筑 一定要明白 一定要知道的 一定要做到的 我们真心 真愿 真心 这是赞福 阿弥陀佛 无上 以往 这是比喻 确实 能治众生的一切病 能治众生 烦恼病 能治众生 妄想病 能治众生 牵肠挂肚的一切病 能治众生 生死病 阿弥陀佛 大意 阿弥陀佛 威威精相 放豪光 这是赞叹他自行的功德 苦害做慈行 这是赞叹他教化众生的功德 九平联邦 同愿往西方 这是我们自己愿意生进土 愿意亲近阿弥陀佛 我们也愿意众生 跟我们一样 都能够生到极乐世界 亲近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这三十的信念 第一十就将圆满了 那么还有两天 明天第二十 后天第三十 我们这个枯木就圆满了 我们念佛回向 诸位法师 诸位同修 请先开金本第三十六面 第三十六面 我们看最后的两行 看这首记字 便就今朝成佛区 落邦画主已行持 哪看更与知乎者 观取轮回末了时 这是中风大死 对我们提出最好的警策 告诉我们 这个成佛的机缘 是非常的